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地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强势回归,由于导师阵容全部更换,所以这一季街舞的新鲜感大增。 周汉良、张艺兴、王嘉尔和王一博也三十七零后,九五前和九五后三大偶像同场竞技,既有竞争也有传承。 熟悉节目观众对于舞者尚未熟悉,四位自带流量的导师当然是最大的看点。 然而从队长大秀开始,节目组就有那么一点搞事情的意思。 四位队长的起舞大秀让我们看到了经费在燃烧,几位队长对自己的表现也基本满意。 王一博还预测自己能够拿到第一或第二的名次。 在投票环节,节目组放出来的部分只进行到大家都有毛巾,而周汉良身后空空如也,给大家一个周汉良低分的心理暗示。 但没有想到揭晓环节,毛巾数最少的是王一博。 作为四个导师中最年轻最新近走红的偶像,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引起一片哗然。 甚至王一博本人对这个结果也表示不理解,这个反差对比显然是一个下马威式的设计, 但抽抽也是听了专业舞者的建议之后,才明白王一博票数低的原因。 王一博对自己的舞蹈大秀的信息来自于编排很满,难度也很高, 说明王一博准备的时候就抱着一种想要给大家看到更多的最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种心态。 但专业舞者给出的理由恰恰是因为满才导致了排位落后, 因为过于满的编排会让人忽略重点,然后抽抽去重新看了一遍齐舞大秀,发现这个说法是合理的。 我们通过屏幕看到的效果是摄像机捕捉重点后的效果, 但现场场地空旷,舞者的座位不讲究角度和层次, 再加上现场灯光效果,很有可能看不清队长到底跳了什么。 而且王一博的服装也很吃亏,一身黑跟舞团的服装风格和颜色都类似, 怕是一支舞完成,坐在后面的舞者都没有看见队长在那。 但同时也证明了,王一博对这个节目还不是很了解。 齐舞大秀体现出了,王一博作为偶像的表演素质, 考虑的是呈现给现场观众的效果, 但是舞者们大多数来自于街头,所以不太能get到点。 就像人家节目组设置,要一条一条数带颜色的毛巾, 王一博无情的气穿,直接数白色不知又快又高效吗? 但是节目组求的便是一波三指的效果,都讲究效率, 那节目看见可能就要损失掉了。 不过能够看得出来,本季节目对于导师的友好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王一博虽然遭遇了一个下马威,但是随后的环节都实现了力转, 最后一名虽然并未对齐街舞之旅造成过大影响, 如果说按照选手意愿自如选择街区, 那么可能队长手中的毛巾术,支插会影响到舞者们的选择。 但本季采用了地域和舞种分类的方式, 那么大秀输赢的关键性其实被削弱了很多, 其舞大秀输了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 第一,专业都会被质疑,毕竟是拿到了最后一名, 第二是最直接的,毛巾术少了,舞者晋级的机会就少了, 第三点是毛巾少,舞者少,可能导致战力缺失, 在团战或者是battle当中容易落下风。 但是在接下来的分阶区考核当中, 王一博把这三点劣势都逆转了回来, 从结果来看,王一博大秀即便输了也没吃亏, 在专业度的逆转之上, 王一博懂得舞者剑的固定手势及时叫停了模仿型选手, 得到了在场舞者的认可和尊重。 很多街舞舞者的年龄可能都比王一博要大, 而且不追星,不关注娱乐圈的舞者们, 也并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小帅哥是不是只是来上班刷脸的。 但这一次基于专业的交流, 拉近了王一博和舞者剑的距离, 在专业度上也掰回了一层。 在毛巾上,王一博因为只有22条, 较第一名落后了三条, 但是在与王家尔的对决中又赢回了两条, 这一下就完成了数量上的逆转, 与王家尔队齐平了, 将街舞大修带来的劣势抵消到了。 数量之外,自然也要重视选手质量, 虽然街舞区考核的选手不一定就是日后自己的战队队员, 但有过一次提前沟通还是对组战队更加有利的。 这一季这些街舞选手当中, 老面孔比较多, 杨凯、肖杰、苏联雅、李悦和莎莎都是参加过隔壁街舞节目的舞者, 这些老将占了相当一部分重头戏, 除此之外,格瓦斯、布谷这种国际高手也为节目增设不少, 但相对来说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比较少, 王家尔街区中的小潮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 此外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新人就不多了, 女舞者也是少之又少, 除了苏联雅也只有王家尔街区跳爵士的盖盖令人眼前一亮, 其余的女舞者几乎没有尽头。 队长们的表现和流量决定了节目开播的热度, 但舞者的水平才是保证节目后期精彩程度的关键。 王一博虽然在齐舞大秀中排名落后, 但被剩下的东区倒是藏龙卧虎啊, 不仅有电门这样的国内街舞高手, 竟然还有两位顶级的外国友人, 尤其是布布, 这个实力来参赛有一种玩赖的感觉, 直接跳到了王一博失去表情管理。 别人跳舞是会听音乐, 布布则能够跟音乐融为一体, 布布跳舞的时候就是音乐本身在流动, 还有一种毫不费力的举重弱轻之感, 这种境界远不是努力就能够达到的程度, 与王一博对战的是王嘉尔, 选到了热门舞者最多的街区, 不仅有肖杰、杨凯、肖德斌这种名将, 还有小潮这样的黑马, 王一博与王嘉尔这两组间的battle, 可以称之为首期节目的一个高光时刻了, 与此同时, 王一博拥有布布的优势一览无余, 格瓦斯输给杨凯, 个人感觉是音乐卡点和动作干净程度不如杨凯利落, 但布布的存在简直是一个bag, 小潮能够与布布打赢一场已经非常精细了, 相比较来说吧, 张艺兴和钟翰良截区的热门选手比较少, 钟翰良比较注重挑选编舞舞者, 这样的舞台呈现可能会比较吸引观众, 但battle环节就比较吃亏, 张艺兴这边显然也面临着battle型舞者缺乏的问题, 预计之后的组队环节, 舞者应该会有比较大程度的流动, 否则battle型的选手缺乏, 一旦进入到带定战队, 基本上就是躺着挨打的局面了, 首期节目时长有限, 也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会有更多令观众惊喜的舞者出现, 吃花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